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手工 前几天呢,我做了这样子的一款手提袋 我妈呢,看了视频以后给我打电话 她说啊,这样的提手你还花钱买啊 我也有一个,给你寄过来 我呢,拿到了今天啊 这个提手呢,是我外婆的 我妈呢,收了起来 今天呢,把它寄给了我 我拿到了呢,这是充满了亲情感的提手 今天呢,我也要有一个旧改造 把它做成一个垮包 我们先来看一下垮包用到的材料 这个呢,是李子 这块呢,是面子 李子呢,我用的是一块色资的格子全面面料 面子呢,用的是逐渐年的纯色面料 今天的材料非常的大 我们没法在视频前给大家展示 我呢,画了一个示意图 首先呢,我们要裁一块90毕米正方形的面料 这四个点呢,是这四条边的中心点 然后呢,我们把中心点连接起来 剪掉两个三角形 我们的面料呢,就裁好了 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用到的提手 提手的直径呢,是19厘米 这个提手是有年代了 好多的裂盆 那我觉得还是挺结实的 我们这个胯包呢,还是要一些抽绳 这个抽绳呢,我已经做好了 它的长度呢,是两厘米 宽度呢,一厘米 我用的是李子的面料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开始动手制作了 咱们首先呢,把面子李子叠在一起 然后整个车一圈 那有五个地方呢,不车哈 这里两边各两厘米 然后反口呢,留在这儿 今天的面料非常的大 那为了大家更好的理解 我把它呢,画在纸上了 图纸当中 这个铅笔的这条线呢 就是我们要车的线 那这儿是反口 然后四个两厘米 不车上 车好以后呢,我们把材料翻到正面 现在呢,我从反口 把材料呢,翻到了正面 接下来啊,我们把这四条边 各车五毫米的窄边 把这两条边啊 车两厘米的边 那这两厘米的边呢 就是一会儿我们装抽绳用的轨道 现在一圈线呢,测好了 那接下来啊 我们在轨道上穿上抽绳哈 抽绳穿好以后呢 咱们把它给收紧哈 收紧以后呢 我们在这儿打一壶叠结 这个位置呢,就是包的两侧 和这个是一样的哈 两边是,给它调整成一样 弄好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两边哈 装上提手 提手扣过来,然后折下去 我们这样子测一条线 那折下来的长度呢,是25厘米 提手两边的线呢,测好了 那咱们整个包啊,就制作完成了 这期视频内容呢,就是这些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内容 请您点击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